比如说墨延家乡的人 据说人们在喝酒的时候 一开始举杯不是互助身体健康 而是说为墨延我们干一杯 而墨延家乡的政府又做着其他的事 新京报有报道 墨延家乡政府欲种万亩红高粱 说呀赔本也要种 当地计划投资6.7亿元 弘扬红高粱文化 包括墨延旧居周围的墨延文化体验区 10月16号这个区的管委会主任 范辉就想好了该如何劝说墨延的父亲 同意修缮墨延旧居 他说呀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 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 墨延成了社会公共资源 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 作为墨延老家所在辖区的管委会主任 范辉对说服墨延家人很有信息 范辉发愁的是如何种出万亩红高粱 在墨延的家乡由于收益太少 高密当地的农民已经不种红高粱了 如同血海一般连绵不绝的红高粱 早已经成为记忆中的景象 而范辉说我估摸着一年要投入一千万 墨延老家所在辖区高密市郊和书港 物流园区管委会主任范辉说 钱从哪来呢 他说不知道 不过他丝毫不犹豫的说 赔本也要中 这一系列设想都与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墨延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墨延的作品好像不仅仅是红高粱一本吧 我记得墨延还有一本叫风乳肥臀 你又怎么实现呢 同时我还在想 墨延曾经说过 他喜欢的是平静的高密 这些投资究竟能不能收得回来 给当地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收益 带来的是短期的效益 还是有些个人利益 我们不得而知 只是我们知道这种投资都是高风险的 不应该是一拍脑袋的决定吧